中共建政75周年的拷问 中国向何出去 那么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 为什么会想这个题目 其实跟昨天的议题是有关系的 因为昨天我们在讨论 在讨论习近平为什么会 做出一个这样的改变 那么很多网友提出很多的看法 我当时我就想 要不明天我们就讨论一个这个问题 中国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怎么样 往下走会怎么样 正好是75年国庆 其实中共的建政75年国庆 本来75年算是个大年 但是今年好像静悄悄 没什么太大的动静 所以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所以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 话题准备之后 大家再来参与讨论好不好 先我先做一个大概 我这次话题准备 我就不会做太长了 1949年的10月1号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共从反政府的力量 就变成了一个执政党 建立了一个国家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就变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执政党 但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 这个以解放无产阶级为己任的中共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 他已经夺得政权 可是他还在斗争 所以整个中国都一直处于 各种政治运动的笼罩之下 这显然违背了人类社会 正常的生存状态 那么中国人民在一个又一个的 政治运动中 被蹂躏 苟延残喘 那么1950年的1月24号 中共中央发出指令 搞土改 叫执行土地改革 1950年的6月30号 中央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 土改运动就在中国农村全面铺开 这是一场运动 这场运动 中国有大概有300万到2000万的农民被枪毙 地主被枪毙 那么与此同时 另外一场血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也在全国城市上演 那么此后呢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遍及经济工业农业文化政治军事各个 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的 原来的一个所长叫严家琪 严家琪就说毛泽东的运动一个接一个 不仅有政治运动还有经济运动 而且还有思想运动 然后就是土改 然后就是正反 接着就是三反五反 接着是反右反右运动 然后就大跃进的运动 然后又是四亲运动 最后是文革 那么有统计 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 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有70多次 其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 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有52次 每场政治运动都是一次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 都是无数人的噩梦 无数人的噩梦 只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 坐山观虎斗 自得其乐 那么这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 到了文化大革命 就成为登峰造极的噩梦奇观 它不仅挑战人类的想象力 更考验中国人民的忍耐力 和屈辱底线 中共在这场文革当中 展现了一个政治集团的邪恶 与凶狠的极限 邪恶与凶狠的极限 那么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 在他的选集当中 叶剑英选集当中披露 这经过何时的数据 十年文革的死亡数据 关押了420万人 以现行反革命枪毙了13.5万人 武斗死亡了23.7万人 伤残703万人 暴毙773万人 自杀172.8万人 其中有20万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 死于迫害2000万人 被批斗1亿人 经济损失8000亿 那个时候的8000亿 现在都不知道多少亿啊 那么文革最终令中共的政权濒临崩溃 那即使呢 改革开放就成为中共的一个政治选择 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 也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 中共有此获得新生 不过 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当中 中共一直在纠结 如何维持中共垄断性权利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共一直在想办法 一直在摸索 摸索什么 摸索在现代化的中国 甚至是工业化后的中国 如何维持中共的一党专政的极权制度 于是呢就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一些一系列的理论 其中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 这个理论很勉强的解释 诠释 中共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 他自身与时俱进的现代化 他其实要解释 我们是在现代化的 中共是在现代化的 这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胡锦涛搞了一个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就更加牵强 科学发展观其实是在强调 中共在中国经济成长中的主体作用 和唯一的地位 他的意思就是 不是我干得好 你们没有今天 就这意思 维稳系统就是胡锦涛干出来的 别怀念他 怀念他都是傻瓜 那么到了习近平 习近平提出一个什么呢 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就完全没有特色了 你至少江泽民还有一个三个代表 这个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都很有他个人特色 习近平就完全没有个人特色 因为他小学毕业读书不多 那习近平用一种强词夺理的方式 或者用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 描述了一个什么呢 描述了一个乌托邦 描述一个乌托邦 他用一个梦想 来诠释中共权力的合理性 这非常扯 这已经是 这已经是禁忽宗教的模式了 而且这种操作呢 直接就跳脱了过去40年 中共务实的这个政治远景 中共原来的政治远景很务实 我想 四个现代化很务实 那现在是直接上梦 直接给你上梦 这个理论相当的荒谬 那当然为了解决中共自身对权力的焦虑 习近平选择了什么呢 习近平选择了政治和经济的复归 政治的复归就是实现他个人的专权 就实现他个人的专权 就是模仿毛泽东 形成一人体制 原来邓小平 邓小平对毛氏统治的反动 是集体领导 习近平就颠覆了这集体领导 直接复归毛泽东式的一人体制 一人体制式的独裁 这是政治上 那独裁体制 一人体制意味着什么 政治黑暗 就中国的政治 那么经济上就推动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的结果就是逐渐形成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垄断 目的是要强化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 这是一种文革式的富贵 那么在中共二十大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的是什么 就是习近平获得的第三个任期 当然他 他的框架在习近平的政治框架当中 他是无限任期下去 无限执政下去 这也是当前所有体制设计的前提 那么就在习近平专注构建他的政治架构和权力 权力架构的时候 中国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一场持续了三年的武汉飞檐疫情 重创中国社会的经济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房地产市场股市 地方政府的债务中等收入陷阱 资产负债表衰退等等 总之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了 原因很多 原因很多 但是我们只讲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而且回落的速度异乎寻常 这是第二 第三 中国跟西方的关系破裂 尤其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陷入了冷战式的对抗 这是当代地缘政治的核心事件 当代全世界最核心的事件就是中美对抗 这将会成为左右中国未来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这三件事情的叠加 加上习近平的政治黑暗 在伴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变化 什么变化 老龄化 老龄化的加速到来 它的背景是什么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实际上是加剧了老龄化的速度 那么疫情结束的两年 中国人民立刻就看到了生活的丑陋 为什么 经济不好了 经济不好了 以前所有的政治黑暗 所有的专制统治 都在一个前提下变得可以忍耐 就是经济在上升 经济在 大家的收入在增加 财富在增长 让这些所有的事情变得可以忍受 但是当你失去了财富 失去了工作 那你这些都变得不可承受 经济形势的恶化 社会气氛的日益紧绷 政治的黑暗更令人窒息 在这些因素当中 经济形势的恶化 最直观的改变社会面 社会面貌 和人民的生存状态 举个例子 黑龙江有个招聘会 甘肃一家企业 给个研究生开了2000块钱的月薪 那么还有一个汽车零部件的公司招20个普工 就普通工人 学历要求是博士 工资是3500到5000 那有网友说这就是真实的就业市场 这打把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所以工资就变成这样 大家慢慢的就会发现 这两年下来 大家慢慢的发现有份工作能保持工作 已经很不容易了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被现实打醒 北京有个985会计专业的毕业生 他在四大 四大就是会计师事务所 实习过 这在这在应届毕业生里面是很硬的条件 北京招聘会有人问他 你愿意当老师吗 月薪3000 扣掉五险一金2000出头 这就现实 另外一个中国农大的毕业生 生物医学的硕士 收到一个offer 学术编辑 一问底薪3400 这就是现实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后 中国社会再次沦陷 再次沦陷 我们经常在谈到东南亚的时候 那中国人很有优越感 那两三千块钱 他们工资就两三千块钱 我跟你讲 现在的大学毕业生 博士硕士 拿两三千块钱能有的事 这就是中国回到了一个这样的水平 那今年7月份召开的中共二十业三中全会 习近平做了一个政治上的再平衡 这叫再平衡 他公布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权威院生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决定 习近平再次打出了改革开放的旗号 他甚至以改革家的身份来规划中国的未来 如果你用权力再平衡 用这个政治上的再平衡的角度 来看这份进一步全面生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决定 你就会发现 这个决定 还有两个含义 他一方面要保证中共的一党专制 一党专政的政权权力 保证中共的权力 另一方面又想通过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名号 通过这个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垄断经济平台来挣钱 给这个政权提供资源 他是个这样的东西 但是呢这个政治平衡不能帮助习近平解决 他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 解决不了 经济问题就 经济问题实际上在下半年变得日益的恶化 恶化的速度非常快 于是就有了9月26号 中央政治局会议 习近平在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抛出了一个狂雕式的救世计划 习近平当时提出的要求是 你们七个小矮人 大家七个小矮人 全面出击 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 不惜一切代价 要把经济拉起来 这就是现在的意思 现在你看到的这些措施 反映了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要把这个各个领域的问题给拉起来 从股市房地产全要拉 所以人民银行财政部 清洗所有 把所有的政策工具 所有的资源 短期之内全部要扔到市场上去 务求在短期内 实现习近平的要求 就是经济要回到 要回到5%以上 国庆75周年不能打脸 这是一场习近平版的 狂标式的经济大跃进 股市楼市消费实体经济 都要文机起舞 但是问题来了 这究竟是一个新的浪潮 中国经济新浪潮的开端 还是一个回光反造势的孤注一致 这个不惜一切代价的最终的结果 这个代价 中国经济承受不承受得起 没有人知道 因为没有人规划 没有人去算过这件事情 没有人去掌控这个局面 而真正在背后 突一波助澜的 做这个决定的是一个 小学毕业啥都不懂的一个人 啥都不懂是前提 小学毕业不是重要 因为很多小学毕业的人 就很高的见识 但是习近平不是 习近平完全没有学习 他的认知还停留在文革那个时代 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国内的局势 国外的局势 社会的局势 经济的局势 政治 这14亿中国人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我们现在究竟能够何去何从 中央电视台报道说 全国政协 统战部 国务院桥办 港澳办 台办 桥联 这对外的 这都是对外做对外统战工作的 在9月18号 在人民大会堂 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 庆祝国庆75周年 政局常委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并且致辞 这个都是做外面工作的 但是你一点都不感觉 这里面的这个喜庆气氛 就在大会堂东门外 天安门广场 花团锦簇 这个花团锦簇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有一个非常抢眼的花 这个果蔬花篮 有水果有蔬菜 这好多年没见过 就是花篮里面放水果 俗话说 缺什么补什么 现在到了缺水果蔬菜的地步吗 财联社927号报道说 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 927号主持一个座谈会 雅各尔美团中天科技 东软宝风能源 这民营企业负责人 请他们去开座谈会 这个郑山杰向这些民营企业 这个私营企业老板 虚寒问暖 郑山杰说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是我们自己人 要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这个还是那句话 缺什么补什么 当中共向民营企业家微笑的时候 笑起来的时候 那中国经济一定烂到了 中共自己捡不起来的地步 对吧 他自己国企 国企垄断市场 国有经济占到整个经济市场 资源的80% 你先去找国民营企业 那肯定是国有 整个的经济已经烂到 捡不起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中共一直把资本家 当成中共政权的威胁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靠他们的 好了 问题来了 在这场狂标式的 习近平狂标式的 这个救世方案当中 他会有怎样的结果 中国经济的未来是怎样 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正好是十一国庆 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我就做了一个话题准备 这话题准备 我没有建立一个很 很清晰的架构 就是分析我们未来的架构的 分析我们未来的一个架构 我没做 因为老实讲 这里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像这次 这是习近平 广东话叫什么 习近平这叫什么 叫塞浪 什么叫塞浪 塞浪就是 大家知道赌牌 大家在赌 赌牌 赌牌的时候 把你的筹码全部 推下去 叫塞浪 这就是习近平 塞浪式的救世方案 会什么结果 没人知道 这是把中国 这是一个赌局 就是习近平在赌中国的未来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真的不计后果 就不惜一切代价 去做这件事情 你可能真的有一秒钟 可能变成伟人 这不奇怪 别以为你不可缺少 在世界经济当中 你可以看一下 过去几十年 各种各样的国家 下场都不一样 美东人原来很富的 整个南美洲 最富的就美东人了 很多国家都原来都很富的 泰国原来很富的 结果变成现在 现在不大行了吧 对不对 你看韩国 韩国亚洲金融危机 啪给打得满地找牙 结果别人还爬起来了 所以不一样 没有一个国家 必然你就挣钱 说我这个像什么 林毅夫 林毅夫说 他说中国经济 你必然保持8%的增长 他他娘的骗小学生可以 骗小学生 变普通人都骗不过去 我认为 所以现在中国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那你这趴一把赌输了 你真的变成鬼人 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 好吧 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我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